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官員週三表示 武漢撤僑專機的乘客經過多次檢測 沒有發現高風險案例 白宮發言人週三宣布 週一已經成立新型冠狀病毒工作組 監測事態最新進展 向公眾提供最新消息 針對公眾關心的撤僑專機安全問題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官員週三表示 醫療人員檢測了和冠狀病毒有關的症狀 包括發燒 咳嗽和其他呼吸道症狀 同時還檢測了乘客是否具有高風險因素 比如和感染冠狀病毒的武漢人接觸等 經多次檢測 沒有發現高風險案例 美國國務院週三發表聲明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以及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HHS 對專機乘客進行了仔細篩選和監測 同時國務院將中國旅行警告提高到三級 慎重考慮去中國 集中湖北省的旅行警告 提高至最高級四級 不要前往 川普週三晚發推文說 剛從我們偉大的機構那裡 聽取關於中國冠狀病毒的簡報 他們在和中國密切合作 我們將繼續監測事態的發展 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專家 而且他們全天候控制局勢 白宮發言人斯蒂芬·格里沙姆週三表示 川普週三宣布成立新型冠狀病毒工作組 負責監測和控制冠狀病毒傳播 向公眾提供最新消息 工作組由白宮和政府主要機構專家組成 包括美國傳染病領域最重要專家 從本週一以來 工作組每天開會 川普要求工作組隨時報告事態發展 新唐人記者必先詞 名譽 綜合報導